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Ossang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英國的手工鞋廠Barker 他們家一個比較特殊的系列 Barker Black 他們家出的牛津鞋 那這雙鞋子的製鞋結構呢 採用的是Good Your Wear Construction 固特翼顏條製法 那鞋面的設計呢 採用的是Full All Block 全雕花的牛津鞋的設計方式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呢 在於他鞋頭的這個雕花的部分 挺有趣的喔 他採用的是一個 骷髏頭 然後下方有兩個骨頭交叉的 他們這個系列的logo的設計 挺特別的喔 那再來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呢 則是這裡呢 他是用一個打叉叉的固定方式喔 這裡也蠻少見的 一般來說是一個十字 或者是一個一字型 但是他們家是一個打叉叉的 設計方式喔 好 好 那我們就再看一下這雙鞋子的鞋底處理吧 那8顆Black這雙鞋子呢 採用的是長縫線的製作方式 鞋身的中段呢 一樣用銅釘呢 打上了他這雙鞋子的logo 一個骷髏頭 然後下面有兩個骨頭交叉這樣子 蠻特別的喔 那鞋頭的部分呢 在前面呢 也打上防模的銅釘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雙鞋子的內部吧 好 透過手電筒照射我們是可以看得到 這雙鞋子的鞋墊呢 因為他是做整雙鞋子鞋墊的製作方式 所以沒有辦法看到這個鞋子的前掌的部分 所以比較沒有辦法判斷 這雙鞋子是機器成型還是手工成型的 好 最後呢 我們就再來欣賞一下這雙鞋子的製作細節吧 所以在這裡 把蟆子真的很貼熟 這雙鞋子 拜託 Frankfurt 附近 都 在 搬 尤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